林口西林及仁爱篮球场改善工程 供所做了一点创新的变化 经由蔡淑军议员引荐 与居住在林口的国际设计师彭雄昆老师合作 结合艺术气息改造篮球场 使球场变成更友善的运动休憩空间 林口西林及仁爱篮球场 一直都是民众喜爱的运动场地 长一年使用率高 场地有多处破损 为考量民众的使用安全 当地两位里长建议改善 公所在规划改善工程时 想要做一点创新的变化 经由蔡淑军议员引荐 与居住在林口的国际设计师彭雄昆老师合作 改造篮球场 林口的都是年轻人居多 那所以运动的这个风气非常的盛行 那我们这一次的改善 特别是我们邀请了我们艺术家 我们彭老师来也在将这个场地 在改善的同时也做一些美化 林口区公所办理篮球场改善工程 开工祈福祭祀活动 由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柯庆中出席 预祝工程一切顺利平安 并表示林口是个新兴城市 有许多的年轻人 透过篮球场的改善工程 将会带来全新的面貌 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运动 希望未来在打球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丽与美的展现 那希望我们很快的时间能够完成之后 为我们林口带来另外一个特色的一个地点 赛淑君议员表示 公祈约65天 预计将会重铺两处球场地平 同时改善场地排水 扩大既有之灾区 并且配置座椅 结合艺术气息 使球场变成更友善的运动休息空间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